民国年间冯诗人老李正在修补残尸 不料徒弟及松松搬来一具无头尸 这冯诗人修个胳膊腿的害性 哪敢给人家装假头呢 老李说什么都不肯接这活 可徒弟张全知道 他儿子娶媳妇即用钱 我头发都给你准备好了 你用猪皮按个假头就行呗 老李心一横 不就是个头吗 我接 他拿竹子片做了模型 再把猪皮绷在上面照好假发 一个浑圆的假人头就做好了 老李正准备往脖子上缝呢 突然阴风阵阵 三条野狗瘦在门前 吃了魂一样的狂吠 老李慢慢咧咧的转身一看 浑身的寒毛瞬间倒数 那具无头女尸竟然不见了 他颤颤悠悠的提着灯四处查看 浑然不觉那女尸已经飘到了身后 老爷子僵着脖子不敢回头 吓得满脑门子都是冷汗 下一秒 他的惨叫响彻夜空 自打这一天起 老李就患了重病 三四天了 一直在念叨什么无头女尸 女儿请了神婆给他驱邪 往牢里口中灌了一大半黑狗血 他瘫在椅子上 不停抽搐 两腿一蹬 竟然登场咽了气 第二天 警察队长赵人抵达现场 准备查一查 这李老爷子之死 根据李家女儿的证词可知 昨晚的神婆是自己找上门的 说是有办法治好他爹 至于那无头女尸的身份彻底沉迷 张军只是拿钱办事 并没有多问送尸体的客人 看来这个案子只能从神婆查起 附近的居民说 他住在林镇的幕府内 林镇早已荒废多年 闲有人烟 甚至还有鬼镇的称呼 村民们叽叽喳喳的讨论 那地方多吓人 赵人则蹲下观察牢里的尸体 并发现他耳后有块烂巴 放晚赵人带手下去林镇 村民所说的幕府内杂草丛生 地上还有叫不上名字的兽骨 看起来十分的阴森恐怖 赵人打头阵 靠近亮灯的房间 果然看见了神婆在里面施法 有个经历的小警察认出 这是五处仪式 赵人不信鬼神之说 立马破门而入 神婆见仪式被打断 发了疯一样的挣扎 快放开我 让我把仪式做完 不然先生 杀魂杀了我们的 广影高落 有个莽夫冲进来袭警 他还喊神婆大小姐 赵人让手下捉拿二人 然后抄走仪式上的符咒 除此之外 无头女尸也被寻回 但是还没有找到她的脑袋 赵人审问神婆后得知 是她将女尸交给张全 想借老李之手逢尸辟邪 女尸 就是邪杀 是邪杀杀死了立大党 赵人不信神婆的说法 老李的淹尸报告已出 她死于头骨破裂 而且体内有不明的黑色毒素 八成就是神婆在黑狗血里下毒杀人 赵人让她交代女尸的身份 神婆却扑过来发疯 警察赶紧把她拖下去关押 之后赵人审问 袭警的莽夫刘三 并从她的口中得知 这神婆呀 本是幕府家的大小姐 可惜家道中落 老爷夫人相继去世 仆人刘三不得不返乡种田 等再次回到镇上 才发现物是人非了 她可怜小姐 疯疯癫癫 时不时的给对方送几口饭吃 其余的也问不出什么了 赵人顶着一脑袋官司回家 女儿小梦过来都太开心 这小女孩 聪颖可爱 可惜这个哑巴 妻子听闻 她在查临阵相关的案子 急忙嘱咐赵人 万事小清 外人都说 那鬼症很邪乎 第二天一早 赵人赶回警局听报告 法医说 女士的年龄大约在30 致命伤在脖颈 应该是被人一刀割了头 至于具体的死亡时间 实在很难判断 因为正常人死后 不出数日就会显现失斑 可这女士身上干干净净 一点痕迹都没有 好在法医也不是一无所获 她在尸体上发现了神仙草果实 其毒素能刺激人的大脑置换 老李体内也有此类毒素 所以她之前说 看到无头女士索密 很可能是神仙草的原因 法医还推测 神仙草和血液融合后变质 因此具备了防腐的作用 所以女士没有轻易的腐烂生斑 赵人想让神婆承认下毒一事 可对方还是呆住鞋上 说个没完 神婆一把抓住 赵人不放 两人推掌间扯掉了她的假发 神婆逮住赵人的手 狠咬了一口 几个警察赶紧带队长离开 赵人处理好伤口 和两个手下到饭馆吃饭 吃到一半 她突然觉得头痛欲裂 另一边 神婆割破手掌 用鲜血在墙上涂画 她跪在地上低声祈祷 一时间牢房内烟雾缭绕 可怕的女鬼再次显现 并化成一滤烟气 钻进了神婆体内 后者瞬间两眼发直 继而疯狂的撞向栏杆 女友在隔壁都快吓傻了 喊了半天救命 也不见有人来 而神婆突然来了个下腰动作 深深的将脊椎折断 与此同时 赵人喝得烂醉 她跌跌撞撞的往家赶 丝毫被发现掉在后方的女鬼 现在阿荣见赵人醉得不轻 赶紧扶丈夫上楼 赵人手无阻挡 胡乱的挣扎 勿将手上的血抹了一镜子 阿荣想拿手帕把血擦干净 不料头顶的电灯闪烁不停 好在扑闪了一会儿 又恢复正常了 阿荣回头继续的擦镜子 结果看到镜中有个人影 她不安的巡视四周 并没有发现异常 谁知转头一看 那无头女人离得更近了 阿荣僵硬的抬起头确认 看到一女鬼趴在镜子上方 第二天赵人起床下楼 看到镜子被人遮住了 阿荣害怕丈夫担心 也没有说明昨晚的情况 赵人吃完饭后就去警局上班 这才得知神婆惨死狱中一事 昨天目睹权过程的罪犯 简直吓破了胆子 赵人仔细的打量神婆的尸体 在她耳后发现了同样的烂巴 经过G203的意外 小警察刘勇提议 要不以畏罪自杀结案得了 免得人多嘴杂 就在这时 小梦跟着妈妈过来送饭了 赵人把女儿抱进办公室 几个警察还围着她一直说话 小梦对警察局很好奇 就趁乱溜出去下逛 他误打误撞 差点进了验尸房 好在刘勇及时出现 带着小梦去找爸爸 刘勇看到外面的阿戎 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 不过她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还出去跟嫂子打招呼 刘勇递给小梦一块糖 目送母子两人离开 不久后 神婆的淹尸结果出来了 她体内果然有大量的神仙草果实 而且法医还发现 这种果实可以在人体内寄生 源源不断的繁殖 所以被咬伤的赵人 也有可能感染 通过现在的情况可以判断 劳力和神婆都是因置换 导致自残而死 如果想研究解读之法 得先找到神仙草种子 从根本了解她的原始结构才行 与此同时 大胡子警察查到了 无头女士的身份 她是临阵西班子里的一名亲衣 不过这西班子呀 三年前就解散了 想找到跟死者认识的人 恐怕得花不少时间 深夜赵人睡的是迷迷糊糊 猛的发现妻子不在床上 她睡眼惺忪的下楼查看 却看见阿戎 大半夜的还在洗碗 嘴里不断的重复 赵人是个父亲汉 听起来十分诡异 赵人想喊她回房休息 那怎想伸手一碰 阿戎的脑袋就滚到了地板上 下一秒 赵人从梦中惊醒 而妻子正在身侧熟睡 还没等她松口气 门外传来砰砰砰的撞击声 赵人寻一声来到刺卧 原来是女儿在用脑袋撞墙 她撩开小梦的头发一看 发现对方耳后也长了烂巴 这一看就是感染神仙草毒素 夫妻俩赶紧把女儿送进医院 小梦在病床上发狂挣扎 医生想给她打一针镇惊剂 结果被一个孩子抢走了针管 小梦挥舞着注射器驱赶护士 紧接着扑向赵人 眼看针头就要刺向她的面门 赵人赶紧抱着女儿摔向地面 这才堪堪躲过攻击 而小梦从床底上爬出来 拿着注射器刺向医生护士 简直就像疯了一样 她扑到一个护士张嘴就咬 夫妻俩急忙把小梦拉起来放到床上 可小女孩下一秒就撑起身子 当场做了一个高难度臀桥 好在她体力耗尽晕了过去 医生详细检查后 确认是小梦体内的毒素 使她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 问题是小孩子的身体 撑不住长时间的亢奋 只有找到解毒的方法 小梦才有一线生机 赵人闻眼非常自责 一定是她不小心 才把神仙草的毒素带回了家 接下来的几天 赵人废寝忘食 希望赶紧找出解毒之法 她劳累过度 以至于噩梦缠身 甚至梦见小梦恢复了健康 跑过来跟自己玩红绳 可玩着玩着 女儿竟然变成无头女尸的模样 赵人下井后 去跟妻子换班 结果发现对方不在病房 她立刻四处的寻找阿荣 突然不远处 传来了唱戏声 这间阿荣画着惨装下楼 一直闹着要回家 赵人一听越发的着急 女儿还没好 我们怎么能回家呢 她一把拉住妻子 这才看到阿荣耳后也有疤 赵人惊慌之下冲回警局 她抓住刘三不停的逼问 到底去哪里能找到神仙草 刘三是真不知道草在哪 不过她交代了神婆发疯的原因 穆小姐从小娇生惯养 想要什么就一定要拿到 她刚成天不久 就看上了一个有妇之夫 后来这男人的妻子 就莫名其妙的被人杀了 穆小姐就趁机出手 让她入赘自家 还改名为墓园 谁也没想到 这穷小子不是个善茬 老爷死后 他大全在握 整日对穆小姐非打急骂 久而久之 小姐就变得神神叨叨的 非说穆府有不干净的东西 他不知道从那儿学的歪门邪术 整天窝在家里做法 结果有一次点着了不连 他虽大难不死 但容貌全毁 穆元自此消失的无影无踪 绝刘三回忆 穆元的前妻清儿是个戏子 还是镇上有名的亲衣 两人亲没竹马 感情非常好 三年前的元小姐 清儿刚刚演出结束 就在暗岗里被人砍了头 看到这里不难猜到 清儿就是那个无头女尸 正所谓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穆小姐这么害怕冤魂索命 很可能是做贼心虚 说不定就是他买凶杀人 不过这桩案子 三天前就结了 当年大胡子跟刘勇 都在林郑当差 三人前往林郑的废警署 成功找到清儿的档案 谁知结案人 竟然是刘勇 招人急忙的让他回想一下 清儿一案中 有没有关于神仙草的相关记载 刘勇记得 那只是一起简单的凶杀案 凶手还疯疯癫癫的 经常徘徊在清儿家门口 最关键的是 作案工具就在他家 所以结案结得非常快 赵人一听非常失落 就在这时 一张照片划出了档案 上面的人分明就是阿荣 他赶紧跑回家找妻子 结果发现屋里一片狼藉 阿荣披着戏服缓缓下楼 他坐在椅子上 一言不发 突然一颗毛茸茸的脑袋 从暗处滚远 赵人回身查看的功夫 阿荣就离开了椅子 此时他弯着腰 不知道在找什么 赵人追过去询问情况 阿荣猛的抬起身子 而他脖子以上居然是空的 赵人吓得他脑在地 无头女人想伸手抓他的腿 赵人连滚带爬 拼命跑到二楼 不过那女鬼就跟扫地机器人一样 四肢着地追了上来 他立刻躲到卧室锁上门 突然听到床底有怪声 赵人弯腰一看 发现一颗脑袋一咕噜的滚了出来 直接把门撞开了 而门外的无头女 捧起这颗头 咔嚓一声放在了脖子上 赵人想把门锁住 可阿荣变得力大无求 这间阿荣单手就把他提到半空 赵人挣扎间碰掉了身后的合照 阿荣看到女儿的照片 终于恢复了神志 赵人抱住昏迷的妻子 忍不住怀疑自己刚才的所见所闻 难道也是中毒后产生的幻觉吗 另一边大胡子和刘勇回家 前者吐槽 天底下竟然有如此相似的人 清儿和嫂子简直共用一张脸 大胡子说着说着 突然觉得清儿档案上的凶器很熟悉 他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欢迎刚落 刘勇就把大胡子扯进小巷 并且一刀子刺进对方的要害 这刘勇果然有问题 第二天大胡子的尸体被发现 杀人凶器还扔在一边 而且就是杀害清儿那一把 赵人仔细回想今日的细节 突然意识到 刘勇从一开始 就不想让他细查无头女士案 赵人认为 当年穆小姐孤的凶手就是刘勇 他带人闯进了刘勇家 看到院子里布置着法坛 难怪刘勇之前 一眼就认出了五处一世 原来他也懂这些东西 赵人从神像后面 拨到了一本册子 上面详细记录着 做法的仪式 其他警察也搜到了 神仙草草种 根据册子可知 刘勇想用 种过草毒的女人 效仿亲儿 割下头 完成所谓的封杀仪式 赵人心底一沉 因为阿荣正好符合条件 他马上去 册中标记的乱葬岗找人 果然看到 晕倒的阿荣 赵人心急之间 被刘勇敲晕 等再次醒来 就发现自己被吊在树上 而刘勇只在前方施法 他果然就是幕后黑手 小梦中毒 也是刘勇在堂中下毒 他害自神破大胡子 是怕自己暴露 赵人想说服刘勇收手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斜杀 现在自首就是最好的选择 可刘勇早已走火入魔 赵人用双脚夹住刀 再踢到手中 想割开头顶的麻绳 刘勇见状 提着棍子砸上去 两人顿时缠坐一团 殊死搏斗 他们翻过来覆过去 打得不可开交 最后赵人抄起法棍 扎死了刘勇 就在他以为 一切都已经结束时 无头女尸竟然再次出现 还把法坛上的断头 安在了脖子上 紧接着小梦先生 赵人 你的梦做够了没有 你就是墓园 清儿就是阿荣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陈锋的真相终于揭开 其实赵人就是墓园 他为了甚至发财 背叛了赵康之妻和女儿 私下勾搭上了穆小姐 后者还伙同刘勇 害死了清儿 而墓园年老患病后 无法释怀 发妻清儿的死 就在昏迷中 构建了一个幻象事件 把自己幻象成正义的警察赵人 还无比的爱护妻子阿荣 幻象中的小梦 之所以是哑巴 是因为自打妈妈死后 她从未搭理过墓园 镜头一转 白发苍苍的墓园清醒 长大成人的小梦 站在床位 宣告她的病 已经无药可救 只能躺着等死 影片到此结束 最后的反转 不如不假 逻辑上根本就说不通 不过这也是无奈之举 反正国产鬼片 不是梦 这是幻觉 本片作为一部网大来说 起码节奏紧凑 氛围到位 导演马凯曾是横定的龙套演员 2016年凑了不到10万块钱 拍了一部重鞋 因此声名大噪 这一部显然经费有所提升 还找了很多熟面孔参业 可惜不如处女座有灵气 看到无头女是所谓 看到无头女是所谓